花蓮县政府和最会乡农会举办113年度文旦幼评鉴比赛 有33组的农友参赛 透过评鉴增加瑞税文旦的知名度 也协助农民来促销 评鉴结果出入了有三位农民高分夺得金牌 除了文旦幼外观果形之外 由花蓮县政府农改厂 以及嘉义大学共五位产官学界代表共组的评审团 也就文旦果肉食味以及糖酸笔等项目 逐一品尝评鉴 113年度花蓮文旦幼评鉴比赛 今天在农会加工厂登场 总共有33位农友报名参赛 审团现场随机取样 进行包括形状及大小 重量肉质风味 种植数 糖度等品评 糖度平均超过11度 肉质风味均属上乘 竞争激烈 今年的柚子 这次评比起来的分数 大家的差距都很小 表示说大家的整齐度都很高 胜负就是在差一点点时间 今年的甜度非常的好 13度12度的都很多 表示说今年的文旦果实 也算是品质优良 那口感风味都非常的理想 历经三个小时的专业评鉴 花蓮县文旦幼评鉴比赛结果出炉 从40位参赛农民中评选出 试金试银试童 情有三分之一的获奖数 评鉴高规格 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评比一方面提升 我们农友的一个栽培管理技术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希望 透过这样的一个行销的方式 能够让大家更了解 好的文旦又 它必须具备什么样的一个条件 那以今天我们评比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文旦又 瑞瑞的文旦又有几个特色 就是它会带有甜 然后酸 干 香 那在口感上也带有Q弹的感觉 所以我们的文旦又吃起来 它的滋味层次是非常丰富的 那也希望说喜好 吃文旦又的消费者 那可以多多的来采购 今年受到极天气候的影响 花莲文旦又减产约三成左右 农民在花改厂与农会的辅导协助 透过专业技术与经验老道栽培管理 使得文旦又品质风味不舒以往 尤其现在果饭几乎都来抢购 产销市场热络 农民开心表示 今年瑞瑞文旦又可能越到中秋 就越难买到了 记者张明泰 喜玉兰瑞税采访报道